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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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Meryl有人幫的教練 我叫雷哥 劉夢蕾 我叫陳秀卿 大家叫我秀卿 那今天呢 想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丹鳳山步道 其實它離軍艦也非常的近 但是呢 就是這一塊區塊人稍微少一點 是個很好訓練的地方 而且其實課跑性超高 那我們今天可以順便帶大家來 我们来开箱一下我们的新款越野鞋 Gurity Picker 4 好 go 好 go 薛婷之前都跑超马 那时候是怎么跨进越野啊 就是跑船那时候接到那个MEDAL的公关名额 说要来台北参加一场越野赛 因缘机会然后就开始接触越野这个圈子 但是我实际跑越野市大概隔了一年半快两年之后 对我当初也是因为不小心报错了赛事 我才那时候才刚入门看到有个5K赛事我就好开心哦 然后就没想到它是个越野赛 然后我就这样被困在山镜里面塞车塞到爆 对但是我就觉得走进山镜里面看的风景真的很不一样 没错没错我也是因为这样背心 然后就抛弃我的超马来到越野圈 这个坑就越歇越深 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在这边觉得有点成长的时候 我们又接触到了这个MEDAL野人帮的活动 对想当初我自己也是学员 然后看教练的背影跟着教练跑 然后后来我们这样自己也可以出来带MEDAL野人帮的活动 我就接触到很多新手尤其我们都带女生 对很多女孩子们就在这边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没错没错 对啊就是那种 一起走路三远 对而且你知道在山镜上有时候苦啊 尤其是那个躲破的时候有人一起该的感觉 超真的超好 边盖边吃完 对没错 好秀琴我们今天这样跑完一圈了耶 你觉得感觉如何 蛮爽的 蛮爽的齁 后花园 你们这样后花园真好逛 对这边真的很好跑 对啊 而且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是新鞋XBIPO 对啊 这是MEDAL的那个新款的新鞋 你说这个型号叫什么 Jerty Pickers 对对对而且我记得前几代啊 其实这个防护性这边什么的都超好的 但我觉得这一款更轻耶 这一款它重量只有290克 而且它这一款哦根本就是大改款 它增加了那个TPU的鞋头保护 就是可以防撞 然后再来就是它旁边有做那个排水孔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越野会经过寥K路段嘛 它就是水就可以顺利的排出去 对 再来就是它的包覆性能啊 避震啊都非常的好 我看你前阵子去单攻大山啊 或是中走好几天啊 好像都穿的是脚上这一双耶 没有错 我从8月穿它到现在了 周周百月 重中167公斤 16到17公斤 走哪里要走呢 走安东军逆走 安东军逆走 逆走四天 啊可是你这样背这么重 然后也是穿这个鞋 这样觉得脚都不会很不舒服 或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不会耶 因为它的缓震做得非常好 其实我重装啊 它的那个保护性能 缓冲都都不错 爬上爬下啊 硕西都OK 都OK哦 而且它的黄金大底有止滑 止滑功能也不错 我觉得防撞这个真的很重要 那踢到大拇指的时候 真的超痛 尤其是我们就是行进的速度 比较快的时候 那个脚一没有抬高 撞上去 真的会哭 会掉眼泪的那一种 但是我觉得它的保护性好很多 而且它 脚踝这边的包覆性也很好 对很好 就是你翻船的时候还来得及 诶 快翻了还可以救的回来的那种感觉 我穿这一款哦 我觉得它翻船的机率还满低的 因为它的稳定性做得不错 再来就是它这个保护性能啊 譬如像我走那个星康横断 我们用33 花了33小时 可是我这样33小时走下来 呃 不管爬上爬下跑动啊 我的脚都没有觉得不舒服 就是 然后就是它的那个缓冲 对 缓冲跟它的保护性能 都做得不错 再值得一提的就是 我觉得这双鞋 它不只有在那个越野路段而已 它即使公路跑起来也很舒服 啊对 因为它缓冲很好 对对对对对 像我有时候下班会去 观音山那边绕嘛 观音山它就是 山进出来它会串一段的公路 那公路它并不会影响到它的跑速 第一个是它缓冲好 再就是它鞋子的重量轻 嗯 对 所以它在公路上其实很很舒服 也是说这双它不只适合跑越野 它比如说公路超马 嗯 也可以拿这双来 来刷 这个我超有同感 超推荐的 对对 实际上三级减风之后啊 我就是胖了很 哈哈哈 然后我还不敢说 随便就这样子进三斤 要恢复慢慢恢复 然后因为有住无苦嘛 然后我们当然就是跑观音山 然后我也是穿着那边 就是哎 跑了一段薄油路 下坡 大概七公里的缓下坡下来 它一路都可以支撑我的体重 没错 超大 没问题的 大推大推 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款真的很适合 推荐给一些新手刚入门的朋友 嗯 我觉得真的是 然后老手也 老手跟进阶也很适合 对 尤其是最近那个台北大动作的路段 超热门 然后我很多朋友其实也开始走进山林 然后再加上就是 这个颜色真的很少女 嗯 超适合拍网美照的 那我们真的很推荐给大家 接着 那么 那个 现在 来 小 是 我